2024年留学意大利成本飙升 医疗保险费用暴涨370% 意大利华人街最新消息 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意大利的许多新法律也随之生效 早在2023年10月 意大利的预算法中就宣布了一项新措施 那就是对来自欧盟以外的外国居民卫生系统注册费用将大幅增加 在新的规定中 2024年外国公民需要缴纳2000欧元的费用 而在去年 这一数字是1200欧元 费用直接上涨67% 对于留学生来说 SSN医疗保险的费用从去年的149欧元增加到了700欧元 涨幅370% 除此之外 博士生也被纳入了学生群体 加入医疗保险系统的费用将增加500欧元 研究生补助金的持有者本来没有疾病医保等必要的保护 现在将需要每年强制增加缴纳800欧元的费用 对于这项措施 许多社会呼吁表示愤慨和担忧 因为健康是个人的利益 也是社会的利益 医疗保险应该保护所有人 无论其国籍居住状况和经济状况如何 同时 意大利媒体也评价 这项措施预计对计划来意大利留学和工作的外国人产生负面影响 导致意大利无法吸引高端的外国人才进入 违背了意大利大学系统国际化开放的愿望 不过 新的规定并不涉及以下在意大利医疗体系登记的外国人 一 持有居留许可或正在等待续签的自营业 待就业 庇护申请 怀孕状态 等待收养 寄养人群 二 无人陪伴的外国未成年人 三 等待首次签发从属工作或家庭原因 国际临时保护的居留许可 SNLN费用虽然是自愿缴纳的 但对于留学生和务工人员来说 这可是他们在意大利生活的重要保障哦 今年选择来意大利的小伙伴们 想要获得医疗保障 费用可是要大大增加了呢